有的习惯会让女人变得廉价 希望你没有 这个社会女人并不是漂亮就可以带给人好印象的 漂亮的女人如果习惯不够好 就永远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真正有气质 所以女人又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受人欢迎 就要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惯 提升自己的气质 你要明白 一个人的气质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而是经过后天的不断历练和提高来的 曾在一本名为90天修炼气质女神的书里 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从现在起做一个有气质的女人 用强大的内心 优雅的行动 丰富的思想和高贵的人格 让自己美丽永存 做一个这样有气质的女人 才是令所有人仰慕和喜爱的 而养成这种气质的关键 就是一个人的习惯 很多女人外表很漂亮 身材也很好 可她却拥有很多不好的小习惯 这无疑会给她的魅力减分 或许这些习惯连女人自己平时都忽略了 但真正这些坏习惯的养成 让女人在男人心里变得气质全无 所以女人要想拥有男人的爱情 得到男人的真心 你要做的就是去改变自己 有的习惯会让女人变得廉价 希望你没有 总是对男人特别主动 男人怜悯一个女人 总是会怜悯那种高贵的女人 若是女人整天对男人很主动 没有一点矜持和架子 那男人是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只会看清你 所以女人要变得含蓄 矜持 如果你总是上感的男人 他反而会离你越来越远 他巴不得快点摆脱你 所以你不应该让自己成为那样一个人 若是你太主动就会掉价 借掉这样的坏习惯 男人才不会觉得你很廉价 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当回事 一味的为男人付出 女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好好珍惜自己 那谁会来好好珍惜你呢 若你不懂自爱 那别人也会只把你放到最低处 不会把你看得有多珍贵 若你追求一段不公平的感情 那对方给你带来的只有伤害和失望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真正的爱情 从来都不是以牺牲自己为前提的 如果你在这任何感情中得到不尊重 得到不平等对待 那你是很可悲的 这样的你非但不会让男人珍视你 反而只会让他把你看得很轻 一点都不重要 到那时候 你自然是廉价的 总是伸手向别人要钱 忽略了自己的尊严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 不能自理更生 都是不能得到别人尊重的 特别是那种一心只想攀附男人 什么都不做 都不去完成的女人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廉价 你要知道 当你伸手向男人到钱的时候 就已经把自己摆到了感情里 第一等的位置 当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认定你是一个贪钱的女人 他会觉得你钻到钱眼里了 只会贪图物质 而不是自己的尊严 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了 没有人会真心尊重你 更没有人会真心实意的爱你 女人越是有了这些习惯 就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廉价 你习惯了这样 你把这些当成你的日常 那你就会越来越糟糕 你要明白 廉价都是从这些习惯开始的 所以如果你有 那就让自己提高警惕 尽快戒掉 不要让它破坏你 唾手可及的幸福 由于这些习惯的男人 建讯